大家好,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最近,中国娱乐圈的狗仔记者董瓜瓜在个人账号上曝光了一对经常被大家看好的明星夫妇。 据狗仔称,这对明星夫妇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恩爱,但私下里其实是客玩哥的。 据狗仔记者的爆料,这位男明星是圈内男神级别的艺人,而他的老婆也是圈内的女明星,以出众的言之在娱乐圈内称霸。 这对明星夫妇在镜头前时时刻刻都是各种秀恩爱,让人们觉得他们的感情一直非常好。 双方的粉丝们也非常喜欢看到两人在一起的互动,然而狗仔记者搜集到的内部消息却让人们大跌眼镜。 这对明星夫妇其实早就貌合省离了很多年,他们的感情好像一直都是在中的。 狗仔记者得到的消息非常可靠,是一位曾经和男明星合作过的朋友提供的。 据狗仔记者爆料,这位男明星表面上很爱自己的老婆,但私下里却特别喜欢去夜店和会所玩乐,而且喜欢找那些靠身体赚欠的外卫女网红。 她甚至一次叫来了几位女网红陪睡。 而这位女明星老婆知道丈夫去夜店嫖娼后,也看开了为了继续在娱乐圈里靠秀恩爱赚钱。 女方甚至会在公开场合配合自己的丈夫演戏,给人们一种两人非常甜蜜的假象。 但实际上,男明星和女明星早就各自各自己的生活,而且生活的尺度都非常大,对于这对令人不齿的明星夫妇。 评论区里有不少网民在猜测他们的真实身份,有网民没有透露姓名,只是写了或读两个姓。 上人联想到是霍斯燕和杜江这对明星夫妇。 此外,也有网民猜测是张志玲与袁永爷、李承宪和七薇等,由于这位狗仔记者的爆料,这对明星夫妇的生活被曝光后,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网上热议纷纷,很多人表示对这对明星夫妇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满和愤怒。 对于这样的明星夫妇,娱乐圈内外的人都持有不同的态度。 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是在为了娱乐大众,为了赚取更多的关注和利润,才会演绎出这种假象。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对明星夫妇的做法是对家庭和婚姻的背叛,是不可原谅的行为。 对于狗仔记者的做法,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在追求真相和报公真相,是在维护公正和公平。 但也有人认为他们的做法故于八卦和无聊。 是在破坏明星的隐私和尊严。 不管怎样,这个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于明星私生活和娱乐圈黑暗面的关注和讨论。 同时也提醒人们,明星也只是普通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和私人问题。 不能一味地把他们当作神明来崇拜和仰望。 好了,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